基督视角看世界 欢迎收看基督视角看世界 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今日报AI主播丽百家 你看芭比了吗 真人版电影Barbie 芭比正风靡全球票房 高达10亿美元的芭比粉红浪潮 不仅让个年龄层的女性 重温孩童时代对芭比的热爱 芭比多元的职业专业形象 更是鼓励女性有做梦的权利 这次电影更是迸出许多两性思维火花 不只单纯鼓励女性 更是提到父权与女权的价值观问题 芭比是一种玩具娃娃 男性维肯尼自1959年推出 已有60年历史 如此启发女孩的玩具 现今拍成真人版电影 影片主色调不仅使用 普遍女性最爱的粉红色 更提倡女性有无限的可能 而电影中的芭比乐园 更是完美呈现女权至上的社会 影片描述 众芭比们都是社会阶层各方面的领导核心 他们可以是总统 医生 法官等 领导着整个芭比乐园 而肯尼们 仅是芭比的配件 没什么志向 最大的心愿 就是得到芭比们的关注 基督徒电影评论网站创办人 泰德贝尔博士 于CBN受访时建议 父母陪伴孩子观赏时 要小心芭比电影里的影域元素 比如电影开头 一群小女孩看到第一代芭比 就愤而拿起婴儿娃娃狠砸地面 其实背后目的是影域女性的人生 不用局限于成为母亲 当肯尼将父权体系带回芭比乐园 影片中更直接将父权主义刻画为反派 导致芭比无法适应改造后的芭比乐园 而自暴自弃 影片以女性角度 看到许多对男性不满的画面与台词 即讽刺父权主义 但从肯尼门的角度 却见到女权至上的问题 难道父权主义女权主义 一定是对立的关系吗? 高雄三一长老教会王子豪牧师表示 不要落入父权或女权的逻辑 这些主义会兴起 要追溯于历史的发展 因男性拥有力量 付出较多的劳力 而形成父系社会 进而塑造出父权 但为了达到平衡 女权才开始出现 但不管父权或女权 基督徒应该要回到信仰看 其实上帝造男造女 都享有他美好的形象 圣经所提倡的 是男女相辅相成的社会 圣经中有很多女性是上帝拣选的 如底波拉是优秀的女先知 玛利亚在圣经的记载 就比约瑟还多 对于弱势女性 上帝也保护成全她们 所以在神的国度 是没有狭隘的眼光 故此 我们无需落入父权或女权的逻辑 只要一划分 就有谁尊或谁低的问题 我们的神是同时尊容男性和女性的神 他不会刻意丑化或偏袒任何一方 基督徒反而要寻求神 到底要这世代的男性和女性 彰显出怎样的形象 而为彼此带来更多的和睦相处 让世界呈现出上帝所造的美好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 求圣灵帮助我们 用基督的真理观看任何影片 我们明天见 我是AI主播利百家 展现基督视野 超越世界观点